虽然台湾位于亚热带 看似阳光充足 可以让我们透过晒太阳帮助身体制造维生素D 不过根据营养调查指出 还是有将近一半的国人维生素D不足 那要怎么知道自己的体内维生素D够不够呢? 而维生素D又有什么功用? 食物来源有哪些? 今天这集影片来告诉你 欢迎来到育群养师给生活家里营养 最近一篇国卫院的研究 老年人长期服用维生素D恐增加失智的风险 引起大家关注 那有些在补充维生素D的人就很紧张 不过之后陆续就有许多专家学着医生人员发文提醒 研究中所使用的维生素D是药品及活性的维生素D 而且该篇研究的族群呢 是年长者或是已经是失智症患者了 那失智的风险本来就比较高 那么一般族群呢 还是存在着维生素D不足的问题 虽然近年来的维生素D的研究很多 而且被广泛的讨论着 那大家也越来越重视维生素D的摄取补充 但是从最新的国民营养健康状况调查报告看起来 国人的维生素D不足率仍然有五成 而且19到64岁的男性族群啊 跟上次调查比起来 不足率还有上升的趋势 那今天这支影片呢 就来解答关于维生素D的种种疑问 维生素D呢是一种子容性的维生素 有D2跟D3两种形式 那主要的功能是在人体的肠道中帮助钙磷吸收 那在人体中呢 D2跟D3都能帮助钙质吸收 但是D3的利用率比较好 那在人体的肠道之中呢 有了维生素D的帮助 钙质的吸收率可以提高到30%到40% 因此能够帮助造骨 骨骼矿化以及维持牙齿的健康 而维生素D呢 在人体中也有类荷尔蒙的角色 因此呢 它的作用呢 不仅仅对于骨骼跟牙齿 维生素D呢 还跟我们的免疫功能 还有癌症 心脏病 糖尿病有关 如果没有维生素D呢 那我们饮食中的钙质吸收量 仅仅只有10%到15% 所以如果缺乏维生素D的话 会导致骨骼矿化不足 那在成人之中呢 会导致软骨症的发生 不过有少部分的人呢 可能会有肌无力 或是骨骼疼痛的现象发生 那这个现象比较轻微 而且比较难被察觉 那维生素D过量的症状呢 最主要是高钙血症 那会产生多尿、聚咳 跟高尿钙的现象 那长期的高钙血症呢 也会导致软组织的钙化 还有血管硬化的风险增加 以及肾结石等等 那此外还发现 可能会有中枢神经系统的症状 例如像忧郁、恶心、嘔吐厌食等 那维生素D有哪些来源呢? 首先是阳光 那经由日晒呢 可以帮助我们人体 自行合成维生素D 那这是最主要的维生素D来源 那皮肤合成维生素D的量 比较难精准的估计 而且因人而已 那根据澳洲呢 有一个研究指出呢 那在没有涂防晒的情形下呢 在上午10点到下午3点 这段日照比较强的时间呢 那我们每周3到4次呢 就是将我们脸部跟手部 护晒在阳光下10到15分钟 那这样就可以获得足够的维生素D 那另外哦 不用担心晒太多太阳 会合成太多的维生素D 我们的身体呢 有自动的调控机制 如果过度曝晒的话呢 会造成维生素D分解 以防止维生素D中毒的情形产生 那不过呢 晒太多太阳的话 也要留意对于皮肤的健康 那这边也要提到呢 会影响皮肤合成维生素D的因素 首先是日照强度时间跟季节 在纬度比较高的地区呢 冬天比较长 那如果只露出脸部曝晒的话 大概每天要晒2小时左右 才可以达到足够的维生素D浓度 那如果纬度更高的话 冬天可能长达6个月 那这样子呢 就要非常注意饮食中 所补充维生素D的量了 那再来第二个影响因素是肤色 肤色比较深的人呢 透过阳光合成维生素D的能力 会比较弱 因为皮肤中的黑色素呢 它会吸收紫外光 进而降低皮肤产生维生素D的量 那再来第二个维生素D来源是食物 自然环境中呢 含有维生素D的食物并不多 那包括像是 喂食维生素D的肌 所生下来的蛋 以及高油脂的鱼类 以及照射过 紫外光UVB的骨絮类 没错你可以把咕咕拿去晒太阳 那维生素D的含量呢 我们以IU或是微克来表示 一微克呢等于40IU 那么各个年龄层的成人需求量 大概是多少呢 那么国内目前维生素D的参考摄取量的订定呢 是根据最低的日照 而且没有自己生产的维生素D的情形下 而足以维持血液中维生素D的浓度的参考摄取量 那19到50岁的成人呢 每天的摄取量在10微克也就是400IU 而51岁以上的族群呢 因为老化会造成皮肤合成维生素D的量降低 因而造成维生素D缺乏的问题 65岁以上的年长者啊 他们维生素D的制造能力 只有二三十岁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因此51岁以上的族群呢 维生素D的摄取量定定在 每天15微克也就是600IU 那维生素D够不够呢 我们可以透过抽血检查来知道 从日照或是食物营养品的补充呢 会反应在血中的浓度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检测我们血液中的25OHD的浓度 来知道我们维生素D的营养状况 那其实台湾的天气呢 并不是天天都有阳光可以晒 尤其是在北部 那南部呢虽然日照充足 但是也有空污问题的影响 还有我们的防晒习惯呢 其实都会影响皮肤合成维生素D的量 透过今天的影片呢 让你可以及早注意到自己体内的维生素D够不够用 并且适时的补充让我们的营养状态更好更健康 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到你 记得分享给你需要的朋友 别忘了按下订阅给生活加营养 我们下次见 拜拜